临身中有陆作者 叶万简介 但是不要喜欢别人好不好 23岁 他们相识的第七年 他依A在他的肩头 其实有一件事我骗了你 他的手落在他的腰上 什么事 他的眼睛完成月牙状 当初我的梦想比是成为顶级设计师 嗯 我最大的梦想是成为陆太太 舒平 女主起初是生活优越 可是那一年便不让她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她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 而真正的家却没有勇气 勇敢地接纳她 让她有了觉得自己在哪个家里都是多余的 她自己努力学习服装设计 她见到了她的偶像 她向着她偶像的目标发展 她也在不经意的时候见到她后 慢慢地被她吸引 给了她不少的帮助 可是她还是喜欢她了 直到做了她坚强的后盾 喜欢男主比喜欢女主多点 因为之前男主也是一名出色的设计师 只是因为好朋友出车祸去世 她一直背负着这个责任 认为是她自己造成的这次事故 她从此退出的设计界 她也颓废了好久 直到女主的出现 所以她很感谢老天把女主送到她身边 嘿嘿 喜欢本书 谁说我 不爱你作者 北清简介 温景范养了一只猫 虽安然也很喜欢 但她的猫也如她一样清冷 不太爱搭理她 她便问近在咫尺的她 她最喜欢什么 温景范想了想 修长着手指落在她的额头 缓缓往下沿着她的脸颊 落在她的下巴上 手指轻轻地勾了勾她的下巴 轻柔 捕摸了下 见她实话 这才轻声解释 她喜欢这样 猫 她隐忍了很多年 借着微薄的酒意 壮着胆子 问温景范 你认识我吗 温景范一愣 稳稳地扶住她 眉头微皱 喝醉了 虽安然没说话 抿着唇看着她 固执地要一个答案 将持两酒 她抬手附在她的眼上 遮挡了她的目光 轻声说道 认识 那声音 低唇入耳 清透低沉 一如初遇 书评 书中男竹女主在寺庙遇见 彼此牵挂了五年 后来重逢 男主顺从了自己的心意 留下了女主 很幸运地 他们重逢的不早不晚 在彼此都合适的时候 选择了在一起 也许不是大风大浪的感情 却是彼此契合的爱恋 记得有一次的交互话题 是谈恋爱 喜欢和适合 那个更重要 看了这本书以后 觉得两者都很重要 能够遇到适合自己的人 刚好也很喜欢你 那是多么美好的爱情 多情不改年年色 千古芳心 十赠君 感谢我这一生 最好的时候遇见了你 感谢你这一生 最温柔的时光赠予了我 我的史玉 清橙色 真心觉得这段话好美 教我如何不想 她作者梦小二简介 在苏杨园里 即便是她或奖的摄影作品 都不及她随手 拍摄的蒋百川的 某张照片 令她找你 她沉迷于摄影 更沉迷于这个男人 给她带来的一切极致感 观体验 无论是欲还是精神 正如圈子里流传的那样 她像因素 一般让人沉沦 书品 很甜 很宠 很感动的闻 喜欢甜宠闻的 一定不能错过这篇 故事题材也特别 闻的一开始 男女主角已是结婚了的 结婚两年左右 在一起也是一年了 闻的开始是两人都忙 因为一起时间太久了 有点感情开始走单的危机 虽然十一年 虽然感情开始淡 可男女主角都还是深爱对方的 就是生活和远距离 让他们感情亮了黄灯 故事就是以两人意识到危机 努力修复为主 作者用轻松的文笔 风趣的对话模式来述说 当中也有不少男女主或男配小时的回忆 特别的感人 也有不少男女主这十一年来走过的往事 也特别感动人 请不分享 相议变过了